《杜月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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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仍听从那杜月笙的建议 《杜月笙》拿到了赎金后 黄金融果然被放回来 但他一直被蒙着眼睛 并不知道仇家是谁 于是恨得咬牙切齿 杜月笙却说 你不用着急 仇家马上就会自己暴露的 原来 杜月笙拿出的那些名贵首饰 都是限量定制的 虽然价值不菲 但都是独一无二的 有标志 绑匪拿到钱 把金票放了起来 把这些首饰却分给了姨太太们 姨太太得到西齐首饰 自然 是要带着出门炫耀一番的 杜月笙安插了很多眼线 在贵妇人们常出入的赌场 商场等的 结果很快就顺藤摸瓜 找到了绑匪 正是与黄金融有过节的 英租界督察长陆连奎 仇家找到了 下一步就是报仇 几天后 陆连奎被人砍死在街头 无人知道凶手是谁 这就是杜月笙 用49根金条就出黄金融 少给一根解出仇家 心狠手辣 又不法智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